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郭浩文 郭浩文呢,目前仍然在美国进行着特训 昨天突然传出来一组照片,就是大哥一见连 也在和郭浩文同场训练 其实我个人感觉郭浩文这名小伙子非常有上进心 基本上每年的夏天都要跑去美国进行自我的提高 和国内其他CBA球员每天游山玩水相比 郭浩文真的把自己的所有都奋献给了篮球 这样有上进心的球员应该会得到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虽然郭浩文在上海队的表现不错 但是依然没有进入到杜丰的国家队中 哪怕一次也没有 当然这不是他的能力问题,可能有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但是我们坚信郭浩文像他这样认真好学 勤勤恳恳的人将来一定会有机会代表国家队 在国际大赛的舞台上闪光 我觉得郭浩文这次冲击NBA失败 代表独行侠队参加完夏季联赛 然后目前是和杜兰特一见人他们一起训练 对于他自己的球技提高非常有帮助 真的在CBA球员哪有这么好的机会和杜兰特他们同场竞技 没有 但是郭浩文确实是做到的 我相信郭浩文在外面真的见识的很多 这一个夏天能从他的视野 从他的球技 从他的心理自信心方面都有所提高 不管郭浩文未来在哪里打球 在美国一把 在NBA球的一把 还是回到CBA 这几段经历确实对于郭浩文的成长 将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也希望这位00后的小将 能够继续把对篮球的这份热爱坚持下去 确实中国球员像郭浩文这种 只属于这项事业的年轻球员不多 他的这种自律性真的是可以让CBA其他球员 来学习和羡慕的 确实呢 郭浩文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特别认真 打球不达目的不罢休 虽然他的脾气有些火爆 他处理球的方式 有一些不让人赞同 但是呢 我相信郭浩文通过这几次在美国的特训 和这些大盘球星 在同场训练竞技的情况下 一定能使自己得到一个全面的提高 相信郭浩文 未来能够给中国篮球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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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